吉林市旅游市场明显回暖 冰雪经济热度持续升温 当地春节假期接待游客逾262万人次 旅游收入21.5亿元 吉林省与欧洲阿尔卑斯山 北美洛基山同处北纬42-43度的冰雪黄金纬带 是世界三大粉雪基地之一 吉林市坐拥北大湖、万科松花湖 两座世界级雪场 以及数个中大型雪场 吉林市文光旅局公布的春节假期旅游主要指标显示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 吉林省内客源增加明显 当地游客占游客总量的20.5% 省内游客占游客总量的52.5% 这两个群体游客比例将2019年增长37% 省内游、周边游、本地游成为今年春节游客主流 此外 省外游客占比为27% 游客量排在前三位的是北京、辽宁、上海 从出行空间距离来看 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等省份游客相对较多 体现出究竟出游的特点 吉林北大湖滑雪度假区相关负责人说 疫情防控有成效 对未来发展有信心 据悉 吉林市还将加快重大冰雪产业专案建设 增加市场主体投资信心 促进冰雪经济热度 持续升温 春节假期期间 企业参与 汇集群众等系列举措 鼓励和带动全民参与冰雪运动 释放冰雪市场 消费潜力 雪场体验滑雪 已成为部分家庭春节出游的首选 请不吝点赞订阅